小巷弄内车祸对撞 或是刚离开小巷就窜出一台机车 瞬间撞到人车腾空分离 七级车通行载巷内车祸频传 怎么且唯有放慢速度 一张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 像是这样小巷弄里面 没有车道线或分向线的路段 时速不得超过30公里 不过因为民众熟门熟路 在这样的路段还可能开得更快 实际体检小巷弄路口处 贪图方便的围停或是货车来卸货 就可能占掉一半道路 也挡住用路沿的视线 路口东南西北谁先走 只能靠自有心证彼此礼绕 起来车刚才要转弯 刚才要这样倒 昨天前天就是尽量小心 只能这样子而已 这边很常逆向 所以有时候在门口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人逆向冲出来 摔车什么都很常遇到 可能两边都停车比较不好 我觉得比较塞 以这条小巷为例 路口没有交通耗制 还有临停或微停车辆 可能影响通行 另外单向道双向道交错 有人谈快逆向行驶 也可能肇事 依照北市警局资料 这一类路口107年108年 都超过了5000件事故 容易发生擦撞 设下严格速限 要有效防范 像弄车祸 但民众能否落实才是问题 不只马路如虎口 早上也可能藏有行车危机 记者阿关尔麦 王云竹台北采访报道